今天是旅游的第二天 我们一早抵达了赖恩瀑布 进来后看到眼前琥珀绿的河水 真的太美了 我们从停车场走步道 约30分钟就可以抵达瀑布哦 琥珀绿的河水真的是太美了 在树林的笼罩之下真的太美了 我们准备走下去河床上面看看 有点陡所以必须拿个登山罩 比较安全 坡度有点困难所以要慢慢的走 快大了快大了 快大了不快小心 OK 像感觉又不一样 看看 暖油白色的河水 刚刚做这次一个小炸摊 靠近这个骨白色的河水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这一棵树长明特别好 现在这个坡度有多大 慢慢爬上去了 有登山罩好很多 又称它为忘诱森林 沿途风极美的很像电影情节中的画面 上面就是瀑布的位置 所以一趟是1.5公里 所以来回应该可以走3公里 OK走正来了 我上来了 看看 就这个位置 哇好漂亮啊 这只要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那更绝美啊 太棒了太漂亮了 瀑布是火山爆发 形成特殊的地形 沿沉堆叠 挤压形成巨大缺口 形成瀑布 所以步道的高低起伏落差很大 完成这个瀑布的路程 现在准备走回城 我们好像发现 局面还有一条路 可以更靠近河流的出水口 老公已经过去看了 过去看看 现在可以再走下去 对爸爸可以再走下去 既然来了就下去看 这棵树长得好特别 像个半拱门一样 哇老爸已经靠近了 刚刚有三位 看我哪个登山帐 又哪个摄影机 担心我 因为我可以吗 然后说没问题 大吉儿 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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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rive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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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们路上的surprise 看到这个湖面好美 而且那个水非常的平静 整个山的倒影 哦 太美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